纽约时报最新报道了川普总统把居住地从纽约州改为佛罗里达州的举动 特朗普总统将纽约的天际线景色换成了佛罗里达的阳光 去享受沙滩海边的美景 特朗普刚刚宣布了棕榈滩将成为他的主要居所 第一夫人提交了变更报告 而且已经获得了纽约市和州的批准 此举的背后原因是什么 实际上多年以来 纽约市和纽约州与唐纳德特朗普总统有着剪不断 理还乱的爱恨情仇关系 川普儿时在纽约皇后区温和的郊区长大 很小父母忙于生计没有对他有过多的关心和照顾 所以他的一生渴望得到关注 之后随父母最终定居在了纽约繁华的曼哈顿市中心 他现在在川普大厦里拥有豪华公寓 在那里他改变了他的天际线的景色 可以扶拦整个纽约和海景 当年为了建造特朗普大厦 他拆除了一家破产的百货商店 这激怒了很多的纽约人 他们希望他在该建筑的装饰艺术结构上 还能保留一些怀旧的东西 川普亲自来到纽约进行了挽救 并建造了一个溜冰厂 使溜冰厂和曼哈顿西区焕发了活力 变成了一个小型的活动社区 当纽约地区检察官要求特朗普 在2016年大选中交出纳税申请表的时候 两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恶化 纽约时报发表了特朗普决定将主要居住地 为佛罗里达棕榈滩的决定以后 川普在推特上发布了确认的推文 他在推文中说 我珍惜纽约和纽约人民 并将永远爱他们 尽管我每年都要将交纳数百万美元的 城市州和地方税 但遭到了城市和州政治领导人的恶劣对待 没有人像我一样得到这么糟糕的对待 其实特朗普在这里并不是孤单的 去年仅一年就有六万四千多名纽约人 移居到了佛罗里达 主要原因是想要交纳更低的税收 纽约是各方面税收排名最高的 曾是富人的天堂 穷人的地狱 现在恐怕对富人也不是天堂了 编者曾经做了一期节目 纽约就是吸血鬼 无论富人或穷人 都是吸干你的血 很多居住在那里的人都是短期留学 没有办法住在那里的 实际上他们都是住在New Jersey 每天过河到曼哈顿 住在纽约一年租金大约在四万美金左右 住了几年 学成之后 如果有工签 有高薪工作才能够留下来 不然肯定是要离开的 纽约州长安德鲁·库默 是特朗普的批评者 对特朗普的搬迁 发表了迅速的反应 他发推文表示 无论如何终于甩掉了这个包袱 不不不不还没有甩掉 因为当那的川普 他的税纳税单还在我们这里 州长说好吧 纳税单是搬不走的 德智总统将在本周末访问纽约市 州长感到很失望 他说由于会堵塞交通 很多纽约人都会很不高兴的 他说由于会堵塞交通